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跟大家說回 接下來10月16日,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包攬場合,買鐵三角 跟大家買三隻馬匹 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十場 這場第十場就有你的三班草地A加三欄,12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有14隻馬匹 也是一場比較多的場合 而你又再看這14隻馬匹 這14隻馬匹,其實很多隻馬都會跑的 很多隻馬最近都跑近的 連連有型這些馬最近跑第二 試跑得這些又跑第一,藍莊之哥跑第二 去到好拍檔這些馬也是跑第一的 最後,14號馬匹,標之科學這隻馬 最近都是跑第二、第三的 所以其實這場馬,很多匹馬最近都是有表現的 贏過,甚至是跑第二、第三 賽職非常好的 還要你還沒計算 這場馬還有另外一些跑第四、第五的馬 因為他們跑近,跑第四、第五 也算是有機會的 包裝必勝跑第五 魅力補區跑第五 之後這隻超越名區也是跑第四 所以其實你這樣數一數 看看這14隻馬之後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這場馬應該都是一場很亂局的賽事 對嗎?很多隻馬都會跑的 很多隻馬,事實上你都是說 滑不死的 但是往往這些亂局場合 他們的派賽都是說幾好分的 對嗎?所以這次呢 都是說想來到去投注這一場的賽事 因為也是說見到這場馬 有些馬都是說幾值得來買回來的 至於這次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是哪一隻呢? 第一隻呢 我們會選到的呢 就想試一下這隻二號的包裝必勝 那為什麼這次會選這隻馬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包裝必勝的賽事 這隻包裝必勝 其實呢 他最近的賽事就不算太好 你看得到 他最近在五月二十九號 跑過一場沙田草地千二米的三班賽事 他當時是說用潘頓來跑的 用潘頓跑 但是都只不過是說跑過第五 還要當時 潘頓騎的 都有8.3倍給你買的 都是一隻叫做頗懶的馬匹來的 因為潘頓騎的馬 你都很少可見得到有8點幾倍的了 所以這隻馬 都是潘頓騎的馬匹裡面 比較懶小小的馬匹來的 那這隻馬 潘頓騎都這麼懶 還要他上場跑過第五 贏不了 好 而且其實他上場 贏不了的第五 都是說揹著127磅 對嗎 接下來他又再去跑回 相同的路程班次和場地 但是他這次是說要揹著133磅 比上次127磅重多了6磅 重多了6磅 又繼續排著劣檔 111磅來跑 這次看來這麼不著數 但是為什麼接下來這一場 我們都照樣選這隻包裝必勝來買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隻包裝必勝 其實論實力 他絕對不是一隻差的馬來的 因為其實你真的看回他以前的賽者 你忽略了他上場的第五 你忽略了他上場的第五 其實這隻包裝必勝實際上是一隻 跑沙田草地1200米 三邊一個第三的馬來的 對吧 水準其實是說非常之高 成績非常之好的 而大家又再來看這隻包裝必勝上場 為什麼會輸呢 其實大家看回 包裝必勝上場就是這隻 排著十一檔 藍白鑑挑三的這隻馬就是包裝必勝 其實上場你會看到 因為他排著十一檔的關係 這隻馬沿途都是被人一直頂的 頂到去 三碟來跑的 潘頓其實也是說跑到他非常之被動 非常之被動 所以其實這場馬呢 他的頭段是說這隻馬射得很誇張的 這隻馬射得很誇張的 被人頂的 因為這場太多就是中後賞的馬 你看得到嗎 其實這場馬快馬不多 快馬只有那幾隻 但是中後賞的馬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場馬呢 這隻包裝必勝都搞到 很虧張 很虧底 之後再看下去 你就會發現得到 這隻馬呢 去到轉彎的時候 都是說拼出去的 篩到最出的那隻 基本上就是最虧了 最外跌的那隻就是他了 這裏這隻 包裝必勝 你看看吧 其實這隻馬呢 最後末段是有勢的 他的衝勢實際上不差的 其實你看看 整堆後賞馬沒有一隻衝到上來的 唯獨是這隻包裝必勝衝到的 對吧 那麼他虧這麼多 今場馬虧這麼多 都能夠後賞衝上來跑方第五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第五 叫做是說不差的了 今場馬 喂頭那四名的 全部都是擺前走的馬 哪有一隻後賞衝到上來的 唯獨是他衝到上來的 對吧 所以我覺得 他今場這樣的表現 虧這麼多都能夠衝到第五的表現 其實絕對真是不差的 所以他這個第五 其實我覺得 不要小看他 不要以為他上場 進不了架了 跑不了頭四名 就以為他真的不行 那麼事實上他是純粹 輸被動 輸虧位 那才是說跑到這樣 還有再加上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這隻包裝必勝 最佳的跑法 都不是後賞 對吧 這隻包裝必勝 最佳的跑法 是擺前來走的 你看回他之前 野馬的時候的跑法 這隻馬 一直都是擺前來走的 管得你十檔 九檔 還是十一檔 他都是側前來跑的 那所以 其實上場 輸 是因為潘頓 突然之間 改變了那個跑法 上場 儘管 是說小馬走都好 但是潘頓 都沒有把這隻馬 擺前來走 是說 特意把他 側後來跑 那麼 所以 他上場 不是用他最佳的跑法來跑的 這樣來去 就是說輸了 但是 就算不用最佳跑法都好 你看得到他衝勢都是有的 所以證明得到這隻馬 真的實力不差 接下來這一場 他繼續 排回十一檔 他這次排回十一檔 跟上場 其實是說 一模一樣的配置 又是跑 沙田 三班 草地千二米 排十一檔 但是我相信 這場馬 其實是說 不會再用 流後的跑法了 因為他上場試過 因為 潘頓上場試過 他試過用一次 流後的跑法 你都追不及了 接下來這一場 排著十一檔 他怎麼會繼續 用一個追不及的跑法來跑 正路來說 接下來這一場 他應該是說 會用他贏馬的跑法 還要再加上 接下來這一場 其實 快馬都是說比較少的 快馬都不算多的 接下來這一場馬 又是一些 比較多 中後上的馬匹 跟上場是一模一樣的 跟這隻包裝必勝 上場的那些對手 是差不多的 那個形勢 所以我相信 這場馬潘頓 不會再次用回 他上場 流後的跑法 如果 接下來這一場馬 他用回 擺前走的跑法 那我相信這隻馬 隨時有機會 是說現回真身 都不奇怪 因為始終金牆馬 都是潘頓選馬來跑的 潘頓金牆是選馬的 很明顯是選馬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大家看回 金牆馬其他的實力馬匹 其實金牆馬的而且 有很多實力馬 但是很多隻 都是潘頓騎過的馬匹 就好像13號的 這些星際精英 熊天鵬馬房的 熊天鵬馬房的 這匹馬其實之前 潘頓也是贏過的 是吧 接下來這一場 潘頓大可以選分這隻馬的 但是他沒有選到 另外這一隻 12號的超越名區 超越名區這一匹馬 其實上場都是由 潘頓騎緊 甚至之前贏馬 都是由潘頓贏的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 他都照樣可以選擇 這隻超越名區 但是他又沒有選到 之後去到 這隻11號的熊王 熊王這一匹馬 其實上場又是潘頓騎緊的 但是潘頓來這一場 都沒有選到 剛剛數的三匹馬 潘頓都沒有選到 之後再去到 這隻9號的四季喜 這隻四季喜 你看仔細一點 就會發現到 其實他 是跟潘頓有關連的 就是因為這隻四季喜 其實在休息期間 潘頓也是說 抓住他來幫他做操練的 你看潘頓親自坐上去 跟他試足兩貨閘的 大家看看 潘頓親自坐上去 跟他試足兩貨閘的 而這些這樣的閘 其實試得都叫做不差的 潘頓試了 跑個第三回來的 叫做不差的 都是說很輕鬆地 跑個第三回來的 但是最後潘頓都沒有選擇這隻馬 試完 試完 居然不選擇 另外 五號魅力寶駒這些馬 其實如果他要硬叫的 我相信他都叫得到 因為這隻馬 都是他曾經的贏馬拍檔 這隻馬 曾經的贏馬拍檔 是潘頓來的 而不是巴道 巴道騎這隻馬 反而騎得更差 騎過第五的 但是接下來 就說用巴道騎 潘頓就說沒有騎到上去 所以其實你這樣仔細一點 看回這場馬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這場馬 潘頓實際上是說選馬的 選馬來騎的 他選得這隻馬的話 我相信他就會來了 因為這隻馬 他都說相當重視 你看回這隻馬 這隻馬 他最近的操練 其實全部都是由潘頓親自來操刀的 潘頓在投注期間 都抓住這隻馬 不斷跟他做操練 這隻馬上過重化 甚至潘頓都不斷抓緊他 來做操練 亦是說幫他試了兩貨集 一貨是沙田草集 另一貨是跑馬地草集 兩貨集表現都不差 這貨集是說跑過第六 但是這貨集 他沒有怎麼用過這匹馬 扣緊這匹馬來跑 另外這貨跑馬地草集 他就說跑過第三回 又是 很輕鬆跑過第三 基本上都是說隱藏著他的實力 跑過第三回 之後你會看到 一直都有潘頓的操練 潘頓不斷幫這隻馬做快操 所以潘頓也是說相當重視這隻馬 不單止今場選馬騎 亦是說相當重視這隻包裝必勝 所以我覺得今場馬 都可以試一試分他這匹馬 因為潘頓最近 其實他是流行 尾那幾場才來了 好像上過賽馬日一樣 他上過賽馬日 都是最後那三場才來了 兩邊一個第二 今次這隻馬 放在第十場 可能又再去到最後那場 才騎給你看都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今場馬這隻馬 可以是說來到他試一試的 看看潘頓這次會不會改變那個跑法 用他以前贏馬的跑法 擺回前來走 克服他這個實力當 一起看潘頓這次的跑法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二號的包裝必勝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 就想試一試這隻八號的好拍檔 這隻好拍檔 其實這次都是排著一個劣檔的 排著一個十四檔 這場馬我們都選了兩隻劣檔的馬匹 其實事實上 這場馬都很多實力馬 很多實力馬 其實排的檔位都比這些馬 排的檔位好 但是為什麼接下來這一場 我們都照樣買他呢 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次 他排列檔 就列檔換賠率 排列檔賠率更好 反而就是更加著熟 難道下下就是買那些 只有幾倍的熱門嗎 兩三倍的熱門 你中原都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 他這次排列檔 換回一點點賠率 我覺得真的更加抵薄 而且再加上 其實我覺得這匹馬 有機會是說克服到列檔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大家先來看這匹 好拍檔的賽職 這匹好拍檔 其實你看看 他最近贏馬幾個一場 在9月25日 贏沙田草地 12米4分賽事 他正正就是排著 11檔劣檔來跑 其實他上場 都是說能夠克服到這些劣檔的 上場頂磅135磅 排劣檔都能夠跑得好 接下來這一場 他背著較輕的磅 排著14檔 我覺得他應該都能夠應付到 因為 你看回這匹馬 看回他上場怎麼跑 其實這匹好拍檔 都是一匹比較有前速的馬匹 來的嘛 他就算上場排著的劣檔都好 他一開始 都是說以他極快的前速 搶了出來跑的 是吧 1號的這匹馬 一開始就彈了出來 基本上 都無懼那個劣檔了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其實接下來這一場 就算排著14檔都好 他應該都是說 可以靠他的前速 彈閘 彈回前來跑的了 跟回前來跑的話 我相信他應該就是說 能夠發揮他上場贏馬 那個水準的 其實他上場贏馬 都挺輕鬆的 你看得到 入到直路之後 騎士都是鬆鬆的 打一兩邊 這匹馬就說贏回來的了 後面的對手都完全追不到他的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 我覺得這隻好拍檔 其實都是說 可以來對手一試 因為其實始終 星仔騎這些馬 都是說對騎的 而且再加上上場 都是他贏的 是吧 這次放回贏馬拍檔上去 我覺得完美 這個組合 是吧 還有再加上 星仔都是說 最輕贏的那些 贏完再贏的那些馬 即是說 最近有表現的馬 他很多時候 都是說下場 再贏得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好像最近的 紫雲兵 紫雲兵這隻馬 一向都是說 由星仔騎開的 星仔騎這隻馬 已經是說 跨季三輪的了 三年勝 由四班 贏到上三班 所以 其實星仔騎的實力馬 贏過的馬 特別出色 所以我覺得 今次 星仔再騎這些實力馬 再騎這些 最近贏過的馬 都可以是說 看起來 所以我們第二隻 會選到的馬匹 都選這隻八號 打完王牌 好拍檔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到 講回第三隻 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三隻 會選到的 就想選這隻 四育的 藍莊之歌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馬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看到這隻 藍莊之歌 其實最近 他越跑越有狀態 他在今季 越跑越進步 你會見到 這隻馬 由一開始 季初的第五 都漸漸跑近 跑回最近的第二名 他上場的衝勢 是說 很好的 儘管排著 少少少的檔位 排著狗檔 最後都能夠 衝近 衝回第二名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 他就不再說 排狗檔 排了三檔 排三檔的話 我覺得這隻馬 是說比較好 跑少少的 因為就不需要 像上場 那樣排著狗檔 那麼被動 還有再加上 這次見到 他轉場地 他由跑馬隊 轉分去沙田 來跑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跑沙田 是說更加適合的 因為你見到 他上場其實 是說衝不及 但是走回去 跑沙田的話 他就說 可以有更長的衝程 來讓他衝 所以我覺得 更適合他來跑 而且再加上 其實這隻馬 之前 都是說不斷贏 沙田的賽事 他在2021年這個馬季 都贏過兩場沙田草地的 1400米 甚至1200米的三番賽事 在2021年 22年這個馬季 也是說贏了一場沙田草地的 1200米三番賽事 基本上跟接下來的賽事 是說一模一樣的 路程斑切和場地 所以我覺得 他轉回沙田跑 其實都是說 對跑的 反而更加適合 所以見到 這次他轉場地 排回了一個漂亮檔 還要打完王牌 打完王牌 在這麼短期再出 所以我覺得 他有機會想保重也不出奇 所以我們第三隻 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4號的 南莊之歌 來試一試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選擇哪幾匹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們會買到的彩池 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這個彩池 用這個彩池去買回鐵三角 互穿這幾隻馬 來買回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